局长昨天刚看完陈思成的解密 电影视效炸脸 每个转场堪比盗梦空间 画面囊括了海滩 悬浮 迷宫 巨物这些元素 又是中国工业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电影讲述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荣家最后一脉单传香火 被收养之后 培养为传奇天才的故事 电影以繁体自国为开端 暗示每一位人民都应该拿起武器 保卫自己的国土 最后又以国字为结局 让容金珍收尾 以表达他已经用尽一声 完成了父亲教导给他的使命 风声暗算解密 是卖家的谍战三部曲 陈思成的改编 让解密以一种科幻的视角 呈现在大一幕 彻底让这部电影的视觉震撼 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他不愧是从美国进修回来的 简直是得了诺兰的真传 天才注定是不被普通人理解的 他们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断与先贤对话 或者与数字和密码为伴 在世人的眼中 他们是偏执 怪异和单纯的 其实他们只是把所有精力 集中在学术上 不再过度重视外界环境 从而让自己达到 无我的状态 容金珍从小就自鸣不凡 他能进入一种真实的梦境中 并且与梦境中的人对话 也会不学自通 自动解除无数难题 他的养父很早就发现了他的特长 并将他送入支东大学 让他享受最高等的教育 可是在这里 他是不被人理解的 常常遭到其他学生的欺负 直至他破解了导师布置的难题 才一举成名 获得导师的认可 两人自此形成一师一友的关系 在导师的带动下 他认识了数学史上的各种天才 并增长了自己的认知 原本他与往常的天才一样 会跟随导师用尽一声 去研究那些尚未被破解的世界难题 可是突然有一天 郑老出现 想找他的导师西伊斯 为自己破解电文密码 可是西伊斯根本不想 卷入党争的漩涡里 断然拒绝了郑老的请求 不过 他们的谈话过程 被容金珍偷听到了 而容金珍从小受到养父的 爱国教育熏陶 为了让这个得病的国家 不再留血死人 他偷偷破解了那份电文 并交给郑老 可是在交接密码译文过程中 狄特已经找到西伊斯的住所 并对他们发起暗杀计划 容金珍当场重枪昏迷 一直躺在医院中 西伊斯本想将自己的天才学生 带回美国 让他与自己一起研究计算机 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战乱时期 普通人的生存环境很糟糕 所以他决定赴美继续搞研究 不过由于容金珍的受伤昏迷 让他放弃了带走容金珍的计划 只能留他一个人在中国 这也是容金珍命运改变的转折点 从此两人分道扬镳 容金珍加入神秘部门701局 而西伊斯加入了美国情报局 他们分别之时 容校长的女儿碧鱼 虽然嘴上喊着笨蛋 但内心对他这个傻哥哥十分不舍 因为这一别有可能就是一生 毕竟隐秘战线就是这样残酷和无词 容金珍来到701之后 首要任务就是破译紫密 紫密是敌人最高等级的电文密码 一共有200亿种排列组合 根本是人脑无法企及的计算量 其实紫密也是容金珍的导师 西伊斯为狄特研究出的密码 而容金珍一直被蒙在鼓里 根本不知道情况 不同于以往的天才 容金珍有一种试梦的能力 他一直认为数学是一个有生命的学科 而非死板的数据 所以他总会在梦中将复杂的数据 转化为几何图形 并且这些几何图形可以运动 而他又能从这些动态的几何图形中 找到问题的答案 虽然他嘴上称这些是试梦的能力 让人感觉很玄乎 其实试梦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他每次都会将自己的梦境 记录在笔记本 并将所有线索整合一起 从而破解数学难题 由于他长期做梦 而且这些梦境十分真实 以至于他对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变得模糊 很多时候他根本分辨不出现实和梦境 只能依靠开灯和关灯来辨证真假虚实 虽然那些梦境可以帮助他 可是那些梦境亦能吞噬他 所以他慢慢成为大家眼中的疯子 不被理解 不被政客 其实他这些梦境解题是有科学依据的 因为梦境是潜意识 对复杂信息的自动整合 正是因为他的潜意识敏感 才让他的梦境变得与现实难以分辨 也正是因为这些难以理解的梦境 让他赋予了数字生命 那些数字在我们普通人的脑海中 只是纸面的逻辑运算 而在他的脑海之中 会变成竖形结合的几何图形 这些几何图形每一次的轮动 都会造成百亿级的运算量 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 如果我们普通人的大脑算体 是用CPU单纯的运算数字 那么他的大脑就如同一个JPU 对几何图形进行运算 两者的效率高下力判 很显然容金针已经拥有AI的算力 所以他才可以被称为真正意义的天才 因为他大脑的运算路径 与历来任何人都不同 如果对数学的几何有深入理解 就会明白 绝大数代数问题 最后都能转化为几何问题 从而缩小计算量 容金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对紫密进行几何转换 最终发现紫密是一个机械密码 也就是电文依靠齿轮和转轴相互轮动 才会得出一组有规律的数字 从而翻译出相应的文字 当时701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这种机械密码 只有容金针在梦境的几何图形中找到了答案 他也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从此他不再被人嘲笑和不理解 与此同时 在大洋彼岸的西伊斯 遭到美国情报局的囚禁 因为他们怀疑是西伊斯对容金针泄密 才导致紫密被破解的 同时 敌人对我国重要人物的暗杀计划 也因为紫密的破解而被彻底瓦解 这些隐秘战线的英雄 为了治愈这个到处都是病毒的国家 舍弃亲情和家人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 绝对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由于紫密被破解 西伊斯又研究出一种黑密 这种黑密是紫密的升级版 而且是针对容金针的弱点设计处的 从此 容金针陷入一种癫狂状态 被黑密折磨得不成人样 头发不仅斑白 而且成片脱落 他在研究所结识的妻子 也因为他变得蜂魔 选择离开了他 而他手下的那群科研同志 也开始质疑他的研究方向 并对他开始批判 就在这个重判清理的时刻 701研究所已经被狄特发现 随时有可能遭到敌人的破坏 郑老得到敌人要刺杀容金针的机密之后 就急匆匆将他带走 可是他们还是在离开前 遭到敌人的刺杀 他再次精神受到打击 至此 他已经彻底难以分辨出梦境和现实 只能依靠吃一些安眠药 苟延残喘 突然有一天 他悄悄离开了医院 来到一个垃圾处理厂 在这里一个人独自下棋 此刻 他与701的棋疯子一样 被敌人的密码困在了梦中 永远也无法逃出 只有黑密被破解 他才能从梦境中走出 他在梦境中回顾自己的一生 以及那些身边人对他说的话 他瞬间清醒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 西伊斯曾经对他说 如果你开始观察对手 那么随着你的观察 肯定也会影响到被观察者 这里其实与量子力学的理论相似 也就是说 只要容金珍不断观察黑密 那么黑密会一直变动 因为西伊斯故意抽走了黑密的一部分数字 就像他当初偷走容金珍的棋子一样 让容金珍变成了一个观察者 最后容金珍终于从梦中醒来 将黑密彻底破解 不过他没敢亲自破解 只是将方法交给了严处长 让严处长以自己的身份宣布破译结果 因为敌人一旦发现 又是他破解成功的 那么他的导师西伊斯 必定会有通敌嫌疑 最终难逃一死 幸亏他选择了隐藏自己 放弃了所有功绩 才让自己的导师保住了性命 虽然他和导师是两个对立面 可是他们曾经却是最好的朋友 只是后来拥有了各自的立场而已 这些永远不会改变他们过去的情谊 电影结局又以国家这个伟大命题收尾 让原本个人的平凡 变成了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时历史一力尘埃 压在个人身上却是一座大山 电影最让人动容的一个情节就是 他自从离开荣家之后 中途只与家人再见过一次面 就默默地在701度过一生 而那次短暂的见面 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曾经的美好早已物是人非 养父含恨而别 养母和妹妹也遭到迫害 差一点命丧皇权 幸亏他的及时出现 才让家人得以解为 他与家人吃了一顿饭 就要匆忙分离 他们家有一个饭前必须喝一杯茶的传统 曾经喝茶是以他为开端 避余为结束 这次他的养父死了 却从避余为开始 以他为结束 说明他不仅没有忘记当年的养育之恩 而且又成了撑起这个家的支柱 家国情仇这四个字 看似简单 却没有人可以顾全所有 而这次的分别就是一生